在剛剛過去的加拿大感恩節週末 退黨服務中心義工 在多倫多30多個繁華的路口 展開終結中共請願爭遷 以及汽車遊行 獲得加拿大民眾的認同和支持 10月10號和11號 多倫多退黨義工在市中心 唐人街和釋迦堡等30多個熱鬧的交通路口 拉起天滅中共退黨自救等橫幅 並向過往的加拿大人徵集終結中共請願書簽名 義工們說很多人認同中共應對大流行病負全責 這次這個大民意帶到全球它說謊 所以說帶到全球把全球人害死那麼多 所以現在你看今天出來了 這過樓的車輛都給我們贊 都給我們點大拇指 按那個喇叭的人相當的多 大多數的人都很願意爭遷 很同意我們都同意 這個中共病毒是中共要負很大的責任 短短幾個小時 掙錢表上一填滿了名字 但是中國共和派老大 必須須須須須這個負責 我們有超過一千萬市民 共和派老大 共和派人從 Não 工作 anywhere in the world 共和派老大 由於共和派人的活動 義工潘女士說 西方已經形成圍剿中共之事 中共氣數已盡 他們鼓勵華人盡快脫離中共黨團隊 順天意而為 他已经绑架了华人 让你从小带红绿精入团入党 把命献给他奋斗终生 所以他干的所有坏事 每次运动文化大命 六四三番五番各个运动 所有干的坏事 尤其活在法轮功小爷器官 这个罪恶太大了 天理难容 所以天要灭他的话 好人要跟他遭殃 推出党团队才能保命 另外 美洲不缺席的解体中共车队 一早也整装出发 分多个路线展开游行 成为疫情之下 枫叶之国的一道独特风景 新唐人记者 珠峰 加拿大多伦多报道